我在處理我爸的這個黑膠的過程中 我最我最氣的點就是 我在很辛苦的搬黑膠 然後他在旁邊狂笑 他覺得他搶到房子他贏了 我好像一個XX一樣在愚公益三 他的身份證上面的配偶欄他也清掉了 他也清掉了 對啊對啊對啊 因為我們要簽合約的時候要身份證 然後他特別去清掉 然後拿一個最新版本的 我已經拿到這個繼承的這個文件 然後我要去搬 然後林小姐說 套房裡面的東西他不能搬 他特別跟你講套房裡面 這個套房裡面不能搬 但是你已經得到了這個意思 你們那個財產分割是分什麼 分就是說房子完全屬於他 剩下的 譬如說收藏 甚至我阿公的金寶塔的塔位屬於我 屬於你 這珍藏是你要留下來的就對了 對 屬於我的回憶我們家族的東西 由我的律師 然後寫這份合約 然後請他來簽 對 但你拿了這份合約 進到房子裡面去的時候 對 他還不讓你拿套房裡面的東西 對 他門關起來 門鎖起來 然後呢 我後來是說 因為他在搬的過程 他也 那個警察也有到場 他報警了 對 那我就跟警察說 這個是屬於合法的 你合法可以去拿這些東西 對 警察去跟他溝通說 你要讓我進去搬 他才把房門打開 他在簽完這個合約 我隔天馬上要去搬 我要去搬的時候 他還要叫我出示這一張給他看 出示那個分割書給他看 每一次都要 每一次都要 而且他拿到分割書 他一度就是想要把他撕掉 還好我拿給他的是影印本 然後他還跟我說 欸 你怎麼拿影印本 難道我要拿正本讓你撕嗎 那撕完我是不是 我要請律師再請你簽一次 他就不簽了嘛 對 就是他是一個 我覺得啦 我個人認為 心機算盡的人 包括我們這個七大罪狀 其實包括一開始有講到 這個假結婚徵產 還有偽造文書的部分 就是你有提到說 爸爸那時候 其實已經狀況很不好了 那怎麼還有辦法 來簽這個結婚證書 跟這個賣房子這件事情 把產權轉移 還有霸占老家的掏空存款 就是包括那個爸爸的生活費 什麼都沒了嘛 對 然後還有說不處理遺產稅 跟房貸他也沒有在繳嘛 還有他的精神狀況不穩定 包括你剛剛提到的說 你去辦東西的時候 他有這個嘲笑的部分 會有時候狂笑啊 或者說有時候就是砸東西 他會砸 他甚至連我們家的那個神主牌的燈 他都砸爛了 所以 對 了解 還有包括那個海葬當天是完全沒出現的 對 這件事情也是 海葬當天 他沒有出現 是因為他來 他怕我跟他要費用 怕要錢 對 所以其實很多的癥結點就在於 他是不是基本沒有太大的經濟能力 對 然後他當時為了要這個房產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 最希望就是拿到這個房產對不對 最希望是 不是拿到房產 最希望是拿到現金 他最希望是拿到現金 這個就延伸到我們之前有 比較吵的比較大的議題 是包括他那時候拿到了這個房產以後 立刻就賣了 對 可是後來你又再去查發現 時間點並不是你所看到的7月初的時候 對 他的這個房產在5月初的時候 就已經申請要賣了 已經送出文件了 然後他還要我去幫他辦這些遺產稅的東西 辦完這個東西之後 他才能真正過戶 然後他在這個中間一直跟我說 我們一人一半好了 爸爸的東西我們好好整理好了 可是他實際上已經賣掉了 他還可以跟我演這一套 5月多不就是爸爸才走不到一個月左右 我爸4月8號 我是 他5月多就已經賣掉了 所以等於是 他也是急換現金就對了 你自己所知 這個房子是不是也沒有到這個價值 因為我們家是屬於二樓 然後重點是我爸 他在持有這間房子的時候 他因為生活費不夠花用的關係 他不斷去徵待 他已經徵待勢筆 所以他這間房子的負債 大概有七八百萬 所以等於是他這個房子只要漲價 他就去要錢 漲價就要錢 對 等於是他這幾年來的生活狀況 就是一直 路不敷出 對 然後靠著這樣的方式 所以這個房子早就已經沒有太多的價值了 對 最後剩下你覺得他賣可能賣多少錢 他賣可能因為他這麼急賣 他可能賣一千四一千五 然後再扣掉這個就是房貸 然後還要整理的錢 實際上林金人可能拿不到兩三百萬 但是他急著要拿這筆現金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那個時候在持有這間房產的時候 他甚至可以跟我講說 他現在沒有水可以喝了 然後請我去送水給他 所以你也送去了 我送去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很荒謬 那你那時候進去看到的場面是怎麼樣 他就是喝酒 打電動 然後滿地都是酒瓶 他也到這個狀況 那我想問一下的是說 那個時候他有說拿了這筆錢 要去住這個五星級飯店 你後來知道的 我後來其實我在安寧病房跟他一起照顧 也不算一起 就是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半小時 然後我有跟他同奈 然後他跟我講說他要做小說家 然後又說他要做攝影師 他甚至拿我爸爸賣掉車子的錢 去買了一支單眼 他說他要當攝影師 對 可是呢 我後來看到的結果是 這些都是要演給我看的 因為他已經過戶了 他怕我生氣 所以他就做了這些動作 來就是不斷拖延 我發現這個房子轉移的時間點 或是賣掉的時間點 但是你們是不是在病房的時候 其實就有知 你跟姑姑就有知道他把房子轉到他名下 對 好 這一個 這一幕非常非常氣人 就是他已經把房子轉移到他的名下 在我爸爸面前 他就講出來 我跟我姑姑都在場 他就說 我爸爸現在是一個沒有財產的人 然後笑得很大聲 然後我姑姑那時候非常生氣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 對 然後這個時候 我馬上支持我姑姑 我跟我姑姑講說 沒關係 房子給他 爸爸給我們 為什麼我要做這樣 因為我爸爸那個時候 他已經連說話都沒有辦法 他只能微笑而已 他只能微笑而已 我們在他的面前吵 這個房產的東西 就是讓他沒辦法好好走 所以我當場跟我姑姑還有林津先生講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不要再講任何錢的事情 錢的事情 等我爸爸走再講 甚至說我爸爸的醫療費 我也是馬上付 對 因為我不希望我爸爸 他已經是一個生命垂危的人 然後他還要再處理這些房產 或是什麼 因為你對一個已經快死亡的人來講 這些都不重要 後來他拿到了這筆錢 他急著把這個房子賣掉以後 然後你又發現一個更驚人的事情是 他竟然去住高級酒店 對 他把房子賣掉之後 然後是我爸的好朋友 就是幫他做信託 因為怕他一下子花完嘛 對 然後 可是呢 我那個 我爸的那個好朋友 其實也跟我很要好 然後 他就說 他怎麼 我幫他弄一個套房 他不要 他要去住高級酒店 弄一個套房 就是說 因為他也是做出租業者 然後他就幫你弄一個 還算OK 衛浴什麼都有套 比較便宜嘛 不要花那麼快嘛 然後讓他可以重新開始 因為他實際上他也沒 就像我剛才講 他拿到兩三百萬而已 他也不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可是他竟然就是 整個就是 不管我就是要現在拔花光的感覺 包括那時候你知道他跟爸爸在一起 那時候這個標籤貼上去 爺孫戀這件事情 是不是對你來說也是很大的衝擊 對 我那時候在台北上班是上市公司 然後我全部的同事都私訊我說 你爸爸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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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於我自己本身來講 我不是藝人 我也不是演藝圈的 我就是科技公司一個工程師 然後那時候我也沒有創業 我就是在公司上班 那這樣子影響到我的生育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我爸做一個協議說 你的FB什麼那些 你都把我的東西都隱藏起來 不要出現李卓軒這三個字 然後我就做好我自己的科技業 然後你們要怎麼樣發展 你們要怎麼樣秀恩愛 跟我沒關係 那所以我爸在那個時候 他是屬於台面上是切割的 可是實際上我們還是有不斷的在互動 我爸爸他是一個脾氣非常好的人 如果就是朋友跟他相處過就知道 然後林靜恩他其實是蠻 我不想人生攻擊啦 可是他就是一個很像泰妹的角色 就是他會罵髒話 然後我爸如果沒有買到他要的東西 他直接在我面前直接兇他 就是我爸就是那時候開著休旅車 然後就這樣台中這樣一直繞一直繞 然後每一家他都不滿意 每一家他都說他不要這個他不要這個 最後吃麥當勞 然後我在後面我就看得很無語這樣子 可是你爸爸沒有跟你提過 就是比方說他覺得不愉快或抱怨的事情 不愉快或抱怨的事情 我覺得我爸爸他最痛苦的地方就是 因為林靜恩他是拋棄他的家庭 來跟我爸爸在一起 所以我爸爸不可能跟他分手 因為我爸爸如果跟林靜恩分手 那全天下的人都會說我爸爸不負責任 然後怎麼樣 就是你要讓林靜恩怎麼辦或是設限 所以我爸爸一直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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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爸爸有跟你提過嗎 還是這個是你覺得 我觀察上 我覺得我爸爸非常不開心 因為他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好朋友 都幾乎沒有在聯絡 他林靜恩的說法很好玩 他說我爸爸現在只交年輕的朋友 可是為什麼只交年輕的朋友 因為所有老的朋友 我都已經因為耶穌念的關係 跟我爸斷絕往 我覺得作為一個兒子的立場來講 我不可能叫我爸爸不跟誰交往 其實我爸爸是先追他姐姐 我看手機上看到的 你後來是爸爸過世之後 對 然後他姐姐拒絕他 拒絕我爸爸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跑出來 然後就是 你說他是林靜恩就跑出來 對 因為林靜恩那時候 林爸爸說 他還有一個在外面混夜店的女兒 請我爸爸去開導他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之前我大概有理解 對 新聞上也有 他們就是林靜恩的爸爸 後來很氣 氣李坤誠是說 我請你去開導我女兒 結果你們兩個在一起 他不能接受這件事情 對 那其實我覺得 這個也不能完全怪我爸爸 一定是兩兆都有意願 才有可能在一起嘛 我怎麼可能去強迫一個女生 跟我在一起呢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林靜恩可能就覺得說 欸 我爸爸還是有一些經濟上的優勢嘛 然後他可以一時無缺嘛 所以他是不是因為這樣 當然他口中說這個是真愛 可是以後來的所有他做的行為來推斷 我覺得這個不是真愛 以後就是在這邊說 以後林靜恩如果你錢花完了 對 也跟你們家沒有關係 對 沒錯 但是法律上沒有義務要 沒有啊 因為他的身份證 上面的配偶欄他也清掉了 喔 他也清掉了 對啊 對啊 你怎麼知道他配偶欄清掉了 因為我們要簽合約的時候要身份證 然後他特別去清掉 然後拿一個最新版本的 怎麼清 就是他結婚了 然後拿到了再離婚 對 不是不用離婚 就是配偶過世 他就可以申請清掉了嘛 喔 對 搞不好他已經改名字了喔 我覺得他的動作可能是這樣 你說林靜恩也可能改名字 對 他想要換一個名字 換一個新的生活 我在處理我爸的這個黑膠的過程中 我最氣的點就是 我在很辛苦的搬黑膠 然後他在旁邊狂笑 他覺得他搶到房子他贏了 然後 我好像一個XX一樣在餘工異山 他居然沒有發現真的有價值的東西 他知道有價值 因為他媽媽常在套房裡 對 他就覺得欺負人 我就覺得 當然不是那種打人的欺負 是那種 就是 嘿嘿嘿 我比較厲害 我有房子 怎麼樣 那種感覺